SPEED 就是点击它之后在下拉清单就彈出来 那特别是彈出来这个清单 所以这个清单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资料先丢 把资料丢进去 那其实呢 要把资料丢进去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它 在一个属性里面 叫entries里面 entries属性最简单的方法 那书上还有用其他的方法 书上是用另外的方法 就是用那个 建了一个自串阵列 然后自串阵列呢 再放在adapter里面 那adapter里面呢 再给这个SPEED set adapter 它放进来 不过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是完全不用写程式 也可以做到 那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先建一个样 我们干脆就MVC好了 M M的话呢 这个 不是这个专案 这个是下一个专案 这个是drink 我把它切 切到另外一个 ok 这边 这个 check checkbox 这个 这个 这个才对 太多个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有几个比较重要 一样我们要按照MVC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MVC MVC 所以以后你们去interview 应该蛮多 可能会问到 有关MVC的问题啦 其实好像现在很多 也是一样 很多人要找MVC的工程师 可是问题是MVC最近才流行 你怎么去找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很奇怪 就是学校可能没办法教 还没教的东西居然现在 市场 就业市场上需要 那从哪边去升呢 对不对 所以这也还蛮 所以还好 因为这样关系 其实有的时候 就会 创造出另外一个空间 有另外一个需求 对 所以我的东西很容易被看到 因为我教的就是 因为我 很快的跟得上那个潮流 但是学校有时候反而是 有点像是很巨大的一个东西 它没办法跟上 时代潮流的脚步啦 所以有的时候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基本上呢 反正就遵循MVC的架构 OK 第一个就是说 我的M 资料在哪里 strings里面 那特别注意喔 这边加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string 而是一个什么呢 特别注意喔 叫string什么 array 那顾名思义嘛 它是一个什么 自串的阵列 那放哪里呢 放在string里面 OK 那这个string array 其实可以放很多东西喔 比如说你一些大量资料 其实你也可以塞在这边来 那你可以放 不止一个string array 你可以放很多这个string array 那这个string array 如果说要给那个spinner 去读取的话 不过string array的架构 一定是一个头 一个尾 一个尾 因为它是一个xml的档案 那它的name叫这个boss OK 那再来的话 里面会有item item开头 item结束啦 反正里面的话 就是这些东西 那里面可以塞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将来可以改一下 像那个前面有那个什么 类似音简 全名音简 好了 比如说一个item 有两个项目 也是中文英文对照 其实也可以把它塞在这边 后面我们有类似这种范例 好 那string array里面呢 就放很多个item 总共有四个item 第一个我先把那个我的 资料先准备好 就是m的部分 那v的话呢 当然这个地方 我界面上面其实非常简单 我就放了几个 一个是testview 跟早上的一样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放个spinner 那spinner 各位可以在which里面找一下 它这个位置的话呢 会是在哪里呢 在这里 spinner ok 然后它里面有说明 view this place one child at time ok 反正就是 它可以让你去选取啦 pick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一个弹出下拉 那再来的话 底下一个test 也是一个testview 那显示你选的 三个东西 所以基本上跟早上那个范例蛮像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单选 有没有它下拉的时候 你只能点其中一个 你不能去复选 所以基本上 点了其中一个 它会把足球放过来 有没有 ok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 ok那view的部分完成 再来的话 ce的部分就是我们画面控制器 那基本上也是一样 两个东西 会用到的 因为我将来点击它的时候 下方的讯息要跟着改变 所以我这边的话棒球 那底下的话 你喜欢球力运动是什么 是棒球 如果你变更的话 它还会跟着变动 就类似简单这样的一个 一个效果 ok 所以基本上 因为我为了要让它有一个变动 所以我这边 也是一样先宣告 底下一样去连结 连结完之后的话 当它oncreate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把这两个做连结 放在物件里面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这个物件其中有一个是spinner spinner spinner的那个物件 我们叫sp01 那一样要建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关键在这里 set on 什么呢 item slade 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会发现 item slade 跟那个gary很像 所以你会有一个弹出或 不过它的逻辑有时候 很难去捉摸啦 但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可是有时候又好像又没有太固定的规则 所以记得就是说 spinner的话呢 是item slade 那不过底下有一个叫list view 它又不是slade 它是click 所以常常有同学 但是在那个spinner里面呢 也有item click 你也可以实做 可是做出来效果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你们可以去比较一下 也许你可以就是切换一下 不一样的那个事件做出来效果也不太一样 那基本上逻辑都相通了嘛 这个物件set on什么呢 它这个listener的这个名称 叫item slate的一个listener new一个什么呢 那因为我要在spinner上面 建一个什么呢 欸listener 所以是一定是没有set 后面这一串 其实你点下去也会出现 啊因为会传 传递一些参数在小瓜糊 不过通常都没有传 然后呢 后面一个大瓜糊 然后一样的 叫这边啦 有没有 就是一个大瓜糊 再一个后瓜糊 点这边 alt加enter implement semester 所以你会发现都一样 所以用来用去都固定的招式 有没有 所以这一招你把它记下来 所有元件 一起试用 但是不同的元件 会有不同的那个 就是说它的那个listener的名称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你是查得到的 每一个vg里面都有它的listener的名称 那这个请各位自行去看一下它里面API 这个有时候每一个 那当然我们要学的不是去使记哦 而是要活用 就是说每一个vg即便你没用过没关系 反正它有固定的模式啦 你就把这个模式该学的是学这个模式 而不是去使记哪个元件怎么用啊 那你会如果你记起来的话 下一次它这个又换了一个元件名称的话 或者像google它可能又改版了 那这个不见得办 换一个新的名词 那你不就不会用了嘛 所以你要学的是学这套东西 好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它会有个item slate的方法 跟nothing 不过nothing通常 如果它不选的话 那顶多你可以toss它 请你选一个吧 对不对 如果它什么都没选 那因为我现在没做啦 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它没有选的话 那你可以toss 或者用alern dialogue告诉它说 请务必选择一个项目之类的 OK 或者是说呢 再如果选择的话 那就是最喜欢的球队运动是 什么东西 特别注意喔 因为我要选它 它要怎么告诉我说它选了哪一个 特别注意喔 它会用一个方式告诉你 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 它可以从那个 就是参数里面 只要是int这个 arg2 也就是说这个arg2int 有没有 其实你会发现 以后很多类似像这个 需要adaptor的 这类似的东西 它都会有一个int 这个int就是index的号码 如果选了第一个就是0 这个就是3 依此类推 比如说我选了其中一个足球好了 它会丢过来 丢给它就是0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呢 我就直接去抓这个数字 然后呢 把这里面的东西把它抓过来 显示就ok了 好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的话呢 那我们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 利用那个spinner里面有个方法 叫get 什么呢 select item 就是说呢 第二个方法是 我不是去抓它的那个 到底是选的哪一个 而是 直接你选的这个东西 你帮我丢给我 然后呢 记得后面呢 再一个tothring tothring就是把抓过来的东西呢 转换为那个一样 自串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在那个testview上面呢 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基本上我选了篮球的话 那底下就最喜欢的球类运动是篮球 当然一样 这边也可以再把相关的自串 这些也可以把它改成 所谓的那个自串字运档里面的东西 ok 不过刚刚好像少讲了一个 v 这个最后的重点 这些我想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下拉清单 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stream里面的正列放进来 特别是有 有个关键点在这里 请注意 就是说呢 在这个spinner的property 有一个属性 E开头的 entries 这个 请注意 关键在这里 点击它 这个时候呢 它会跳出说 你告诉我清单放哪里 那因为清单我是放在stream里面 所以请各位找一下 找到那个我们的stream 那stream array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清单 那清单名称叫boss 所以B开头 往下找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stream strim array strim array strim array 里面的话有一个 是要放在 strim 那我看一下 strim 更正一下 应该是array 那 诶 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选那个stream的话 它不会放在stream里面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应该这边要有个array 有个阵列 可是它这个清单里面 少了一个array 所以这个地方 在Eclature版本里面 可以跳出来 但是在那个Android Studio里面 它这边没有多一个array的一个清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要加进来 把这个加进来的话 如果在这里面 我在想 在这个里面 基本上 应该它 要可以把它放在 这里面才对 看这底下不可能system 它这等于是少了一个 New stream 再加新增 所以这个地方 很抱歉 它Android Studio里面 它没有设计一个让你选的 不像那个stream可以用选的 那怎么办 记得 这个变成说你要手动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at 在array里面呢 斜线 会有个boss的这个 自串的这个resource档 然后呢 把它引用进来 或者你可以从这边 这种test里面 在想说这个应该也可以 自己把它key上去 如果entries 这个如果你给它一个等号 拿一个mail 这个会不会它自己 会帮你加吗 它不会自己帮你加 所以这个它没有办法自动化 所以比较麻烦是说 如果你遇到 用那个 这个array的部分的话 请记住 在entries这个属性里面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我再了解一下 就是有没有什么 比较自动化的方法 如果不行的话 那这个可能要自己选了 那你就把这个清单 它会自己帮你塞到那个spinner里面 ok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展开来就可以看到 那 后来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它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有同学就会问说 老师那 这个地方 如果要改个颜色的话 像那个testview里面 会有个testcolor 有没有 然后呢 那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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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特別注意在那個我們的Spinner 你想說那Spinner是不是有一樣的東西呢 是不是有什麼TestColor 你會發現要T開頭了 欸 居然沒有TestColor 它沒有辦法變換顏色 那TestS也沒有 你想說奇怪為什麼不行呢 道理很簡單 因為它有很多個 它是一個陣列 它不是一個 TestView一個而已 一個可以馬上改 改它的View 可是問題Spinner有好幾個 怎麼辦 你就不能用這種方式來做 用什麼方式來做 很麻煩 MVC才可以 也就是說你要把MVC設定好之後 再建立一個Adapter 再丟給Spinner去SetAdapter 才可以 OK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只是一個很陽春的 顯示那個下拉清單的話 你可以用Entries這個屬性 裡面給它那個什麼 就是很簡單 你就在Entries裡面 給它一個那個 就是它的陣列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你不是 只是更改裡面的清單 而是顏色都要變更的話 很麻煩 怎麼做 這邊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因為這個做法 就是這個字 你現在看起來紅色 應該很簡單 最好其實我想 未來它會不會有這個功能 理論上Property裡面改變 可是它沒有那麼簡單 必須要MVC 那你MVC的話 裡面需要個V 那V的話變成什麼樣 我要必須在Layout裡面 先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那個V 就是先把那個顏色的那個View先畫出來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做MVC的這個架構 那這裡的話 需要做什麼 產生一個ArrayAdapter 這個ArrayAdapter 它必須去從那個 我們的資料支援檔裡面取得資源 所以會用到一個方法 叫做這個Adapter 點Create Front Resource 那Create Front Resource之後的話 它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其一你的C在哪裡 那C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你打個List 打個List 或者是打一個 GetApplicationContext 這個有點像那個什麼TOS裡面 TOS裡面你也可以打個List 或者你打那個 GetApplicationContext 第一個 第二的話就是說 你的那個R在 你的V在哪裡 那V的話 不跟你講 這個是應該M 你的Data放哪裡 那我就放R的Array 這個Boss裡面 那V的話 記得就是在R的Layout 會要增加這個V 這個V 這個V怎麼增加呢 所以最後的話 再把這個Resource載進來 所以SET Jodan的Resource 把它載進來 然後最後的話 再SET的Data 所以其實 非常的麻煩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然後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這個後面的變化題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如何讓那個夏拉清淡 增加顏色 增加顏色 其實會遠遠 比你想像中來的麻煩 不過大家 我們按照 將來如果說一個 其實這個只要是正列式的 它就是變成一定要給一個MVC 它才能夠去幫你做完所有的事情 OK 那裡面的話 有哪一些要特別注意 待會兒再來看 後來看 F- 谢谢大家